好了 我们来了解下一对嘉宾朋友吧 各位请看 我和他在一起一年多 刚开始挺甜蜜的 可后来发现矛盾越来越多 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家里人管得严 平时也很少出去玩 他是一个比较外向的人 朋友多 属于在家里闲不住的那种 我担心我俩以后会因为这个原因走不到一起 在一起一年了 我发现我还是无法融入他的生活 无论我多么地爱他 体贴他 多么地善解人意 可始终还是无法走进他的心 更无法得到他家人的祝福 我想离开 可是却又舍不得 感情的平静期 我应该怎么选择 走不进你的世界 我该怎么办呢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男嘉宾小张21岁 来自青海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姨21岁 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学生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来说说吧 怎么就两个家庭又不好了 性格又不合了 谁说呢 我先说一下吧 我家里从小管得比较严 造成我的性格也是比较内向的 她是家里就是属于放养型的 性格就是比较外向 然后跟她相处的时候 我发现她的朋友特别多 异性缘也特别好 就在有一次吧 我们一起去出去打麻将 她坐在我的下家 她打着打着觉得累了 她就叫她的一个异性朋友 跟我们一起打牌 那我俩既然是男女朋友关系 你应该坐在我的旁边 但是她就坐在她那异性朋友旁边 还时不时有一些轻易的举动 最后她还把手放在了 那个男性朋友的腿上 让我很失费血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那样做 难道你不把我当男朋友吗 我想解释一下 就是我已经知道 我自己这副牌是什么 我再看别人的也不礼貌 然后我就坐在我朋友旁边了 而且也没有说像她 我摸着家腿啊 就可能是有意无意地那么碰到了 行 这件事先挂着吧 还有别的吗 后来呢 后来陪你去夜店 那些酒保啊 服务员啊 不是你的朋友吧 但是你跟他们相处的时候 会拉着人家的胳膊 拉着人家的手 虽然说你告诉我夜店吵 然后你要贴着耳朵说话 但是你没必要拉人家胳膊 我就在你后面站着 我是你男朋友 你把我当什么呢 因为比较吵嘛 离得近说话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嘛 而且就像你说的 我和这些人 有一些你觉得亲密的举动 那可以把这个人叫出来 咱们两个聊聊 我和你有没有过暧昧 我和你有没有过歪心思啊 我都可以拿得出来说 我绝对没有 但他就不一样了 我们两个刚才一起 不到一周的时候 就有女孩子找他 而且微信问了他 我们以后事不能再联系了 他回了一句不嫌不淡的恩 第二次是我生病了 在医院他有陪我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那种惊魂还未定的时候 这女孩又发了一次 说我晚上不加班 你能来接我吗 普通朋友为什么要你接啊 他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但是他突然这样发 我手机在你手里啊 我也没有回复 手机要是不在我这儿 您能回的时候 就回复了是吗 我在跟你好的时候 我跟他从来没有见过面呢 而且经常会有朋友圈的互动 有一次他发了一个 在外面玩的小视频 之后这女孩问在哪儿呢 因为我跟他在一起呢 我说和我陪我女朋友在一起呢 这女孩就没接着说 如果他要说自己呢 这女孩是不是就过来找来了 我俩因为这个事 吵架的时候 他说两个人 没有什么别的关系 我说那就叫过来呀 把事情说清楚啊 他不让 他不让 他说不让这女孩 特别护着这女生 怕这女生 我觉得没有必要 我也没有护着他 这个事情 我是问心无愧的 我没有跟他做什么事情啊 你当时直接把我手机给砸了 你没有道歉 还在和我闹 我当然生气啊 吵完架之后 我们两个还在僵持的时候 他妹妹给我打电话 质问我 亲妹妹 不是亲妹妹 表妹 上来就质问我 你每天都黏着我哥 他哪有时间去找别的女生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先解释一下 因为刚开始好的时候 快到我生日了嘛 他为我生日准备了 二十份礼物 每一份礼物 他都写了一段 关于我的话 当时我挺感动的 可后来因为这件事情 他开始要在朋友圈 变卖这些礼物 后来我妹妹就看见 那条朋友圈了嘛 给我打电话 然后我就把事情 一无一失地 给我妹说了 除了妹妹之外 还有别人吗 还有姐姐 我也有意无意地 那么看到的 太姐问她 分了吗 这是什么意思 这我们两个 那个时候还没有吵架 是感情特别好的时候 盼着我们两个分手 可能是你多想了 因为在她之前 我谈过两段 那两段感情经历 都没有坚持太长久 所以我姐可能觉得 我在感情上面 比较花心啊 可能她当时看我手机 她就觉得 是好像盼着我俩分一样 那可以不问分了呀 你们两个最近 感情怎么样啊 这种话不会说嘛 就非要 你分了吗 什么时候分啊 非要有这种心态去问啊 就是特不可理喻 听明白了啊 想怎么样啊 不知道 就是在彼此的眼中 男人是个花心男 女人是个轻浮女 那你们彼此留恋的是什么呢 谁能回答 我觉得我的性格 首先从小 跟家庭背景原因 我比较内向吧 我对我以后的女朋友的目标 就是希望有一个 就像她一样 这样外向的人 能跟我一样互补一点 那不是外向了吗 行了 结果她太外向了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现在 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她吸引你的是外向 对 她当时性格 但是太外向了 对 要再收点 完美 是 好 行 明白了 你呢 姑娘 我父母都是商人 平时工作很忙 没有时间 说是给我太多的问候 只是有事情的时候 会联系我 她妈妈知道 我们两个谈恋爱之后 就又每天会多问一句 那你女朋友呢 她吃饭了吗 我觉得这种 感觉是之前没有过的 我没有过有人这么关心 这是舍不得的 但我们一旦吵架的时候 就像她妹妹这样 我觉得当时可能 如果她妹妹说的是 姐 你先别生气 我问问怎么回事 然后我哥有不对 我先给你道个歉 这样的我可能就不会 有那么过激的行为 就妹妹这么点事吗 这事我跟你说 你看你还生气吗 她肯定是跟她妹妹 这么说的 看我看得太严 我哪有时间 跟人干这干那呀 是这么说的吧 是这么说的吧 可是她还怀疑我 是不是 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 所以我很难受 因为他们俩的话 你把它往一起一放 就能对上了 然后她妹妹是质问 说你怎么回事 你把我哥都看得那么严了 她还有时间去花吗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吧 她不特别差 那不就这个意思吗 她那个意思 还替她名不平吗 这都很正常 那明明就是她的不对 为什么还要替她名不平 我也很委屈啊 因为她是她妹妹啊 你把这事想清楚 就没那么纠结 你们俩是谈恋爱对吧 对 回到恋爱的本质 喜不喜欢她 喜不喜欢这个人 其他的事都可以放在一边 来吧 你们听老师怎么说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女方尺度上 可能让人有些怀疑 但基本上她做的事情 你都能看得见 她都放在外面 也不过如此 但是你做做的事情 有的时候 如果不去深挖 详细了解的话 是不了解你的 所以你恰恰有些事情 更不让人放心 不仅是所谓 你女朋友怀你的 那爱美女性 你处理不好和她的关系 你那个姐姐和妹妹 你在当中 也没起到好的作用 你至少没有协调好 所以这样的话 导致你俩之间的矛盾 还有 你俩现在大三上学 21岁 相处时间也一年左右 但是你们居然 把家里的家人 七大姑八大姨 都要上来了 走太快 第三 这个男生啊 有点自我 这个大男的主义 很快就萌生出来了 你按照你的要求 去对女方 有各种的限制 其实你太过去小心 所以导致了你们俩之间的 这种分歧 我的观点 你们俩把身边的所有人 都去掉 俩人独处一段时间 看能不能还走在一起 如果还不行的话 我觉得真的不如分了 因为我没有看到 你们俩之间 有太多情感的交集 而更多是在小事上 处理不了的纠缠 这就提示感情 已经没有那么深刻了 一年的时间很短 所以可以做决定 恋爱就是给我们 试的机会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来 去坐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一定是二人世界 之后呢 结婚 或者我们想更长远的 发展的时候 才可能涉及到 双方的家人 或者更多的朋友 但恰恰 你们现在就是 在二人世界里面 参加了太多别人 女孩没听到 喜欢她身上那个优点 反而是说 你想说的是那种 更多的关注 而男生呢 既然是二人世界 哪来那么多 暧昧的人呢 就如同那个女孩 那个女孩对你有意思 喜欢你 你是心知肚明的 否则不可能说 你有了女朋友之后 能不能不要把我删掉 你当然应该删掉她 如果说她不问这句话 你可以不删她 但她问了 你一定要删掉她 因为你知道 她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反而呢 你不将心比心 当这个外向的女孩 是你喜欢的 她可能有多了一些 异性朋友 并没有什么特别 出格的事情 你心里不舒服 但你有没有想到 当你跟那个女孩 那么暧昧地动作 你的女朋友 能不能心里踏实呢 一样是不能的 所以你们甭管是 不由自主的 还是人为的 把你们的二人世界里 参加了太多的别人 一定会乱的 其实在很多的 感情基础 很深厚的人面前 其实一些 所谓异性朋友 多一点啊 偶尔有一些 外人的介入 其实她不是 不会在意的 因为她相信对方 有信任在 而你们没有 没有反而 有那么多杂志进来的话 你们的爱情就不蠢了 最关键的 其实是在于男生 如果说你能够 和那个女孩 一刀两断 甭管有还是没有啊 跟他不再往来 也许会有 已经一刀两断了 还有 你跟你的亲戚朋友们 既然你知道 这个女孩 其实喜欢你 或者说 对于她来说 比较重要的是什么 在意你身边 最亲近的人 对她的感受的话 拜托你 能不能不要跟 别的人说太多 她的不好 你说她的不好 其实对于你自己 自己来说 是件好事吗 只能证明了 你内心的 潜质地是说 我对这份感情 是有意义的 是有怀疑的 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说如果你针对 对女孩好的话 专心专意 过好你们的二人世界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许总 来 涂老师 你的确有一些边界效应 是不清晰的 跟有些男生的动作 比较随意 但是你内心是坦荡的 你可能有些行为方式不好 但我相信你内心是干净的 谢谢老师 其实有几点可以证明你 表面上说的自己特内向 特正义凛然 背后想什么 自己心里清楚 第一 你之所以那样 都会去想 他跟别的男生之间有什么 那是因为你自己 跟别的女人有什么 你才把别人想的 跟你是一样的 但是他在我面前 就把手放人家腿上啊 那是啊 从某个条件下来说 这种行为习惯确实不好 但你认为真有什么吗 有些男生明明知道 一些女生喜欢自己 对吧 但是他还保持跟别人的联系 并且不严厉地去 保持距离和斥责他 他的话的潜意识就是 你看 我有魅力吧 我说不跟他发生什么 就不发生什么 我要是想跟他发生什么 我也能发生点什么 你潜意识不就这个吗 但是我不干 因为我是个政治的人 你就这意思吗 你要是真爱他 你注意他的感受 你就应该告诉那个女生 不要再跟我发短信 我有女朋友 我不想让他不高兴 但你没有错 这是一点 第二点 身边的人是最了解你的 你的那个所谓的姐姐 不说得很明白吗 她知道你发生 对吧 第三 你刚才说你喜欢他的什么 喜欢他的大大咧咧 对吧 对 一个内心复杂的人 就想找个内心简单的人 一个内心简单的人 就想找一个内心更厚重的人 你喜欢他的就是他的坦荡 他不藏着 不疊着 他不像你 所以你跟他住在一起 你觉得轻松 他什么都在嘴边上 他从来不瞒着你 你喜欢他的就是这一点 对吗 那是因为你自己内心太阴暗 你需要一缕阳光来照射你 当然我这样说 从某些方面来说 可能有点夸重了你 但是你自己内心想一想 你是不是没有这个女生坦荡 你跟那个女生之间到底有什么 到底没什么 有的时候两人之间的关系 并不能局限在说 你们俩真是牵了手啊 才是有什么 而在于你心里的那点东西 一个人如果对人性有足够的了解 他对对方就会有足够的宽容 如果两个人要好好在一起 有一点可以增强你的宽容性 和对人性的了解 那就是你做任何事情想想 对方这么做 我会不会高兴 就很简单的同理心嘛 就是很简单的互换感受嘛 如果他手搭在一个女生腿上 无论他有意还无意 心中有心还是无心 你是否高兴 而你也是一样的 别人如此坦荡 你背后跟那女生 保持那样的关系 如果他这么做 他也按着来 你会找他吗 你不会 你喜欢的不就是他那份阳光 所以说如果你们俩真的要在一起 的确爱着对方 除去那些周围的干扰之外 坦诚地面对 并且多去想想 我这么做 对方做何感受 好吗 就这样 好 好 谢谢 谢谢附老师 就是在你们整个的描述过程当中 你们的大学生活 除了谈恋爱 就是娱乐 这个在我的想象当中 我觉得人在这一战的时候 大概应该是学习和单纯的恋爱 这是我的认识和理解 所以单纯的恋爱是什么 心向往着要结婚 但是还有点害怕 我们只是干干净净地交往 没不掺杂那么复杂的东西 什么都没了 最后剩下的就是彼此那点 破烂玩意儿 有意思吗 喜欢那女孩吗 喜欢 那女孩 不行 为了避嫌 删了吧 我说的是实话吗 你删了不就完了吗 你何种事就这样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你跟人说清楚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这就飘下了片片桃花 这是预示着什么呢 好了 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想先说一下 在刚刚听完几位老师给我说 我自己想了一下 你告诉我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给我说 你不想有一段 平平凡凡的恋爱 你想跟我谈一场那种 轰轰烈烈的那种恋爱 但是我现在听老师说 我感觉我俩的进展 可能太快了 我也不知道我俩 以后该怎么走下去 怎么走下去很简单啊 你喜欢我 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啊 那我们两个就应该在一起啊 但是你给我的感觉 而且像这些事情 你为我断了一些 和别的姑娘的联系 也不是一件 很让人觉得没面子的事啊 也不为难啊 人家姑娘喜欢你 你就不和她联系了 你跟她说清楚了 有那么难吗 我真的感觉 我俩在一起谈恋爱 节奏太快了 好 时间到啊 回去吧 谢谢两位啊 请回 要好就好好好 不好就算了 回回回 别纠结 生活还那么多事要做呢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请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请开门 请开门 来 又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好 谢谢 这边走 别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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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那个着急哟 还有条广告 感谢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药保湿伊贝斯 纯的爱 放心爱 伊贝斯纯净面膜 提供的奖品赞助 来 我们见证 属于这对年轻人 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跪下 跪下 虽然怎样 在梦里城市里 不要再质疑 把我放尽 两颗心一杯子不分离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却 好 请亮灯 来 送给你们 好好的两个人谈恋爱 谢谢了 就俩人 回去吧 谢谢你们 这就叫头也不回的就走了 行了 他们主要在这个谈的开心 开开心心地恋爱 真诚地面对彼此 我觉得就可以了